很高兴应吴西齐总统先生的邀请 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我时隔八年的又一次到访美丽的塞尔维亚 感谢你和塞尔维亚政府的盛情款待和精心安排 塞尔维亚愿意讲山与山不见面 人与人常往来 中国人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里 总统先生多次盛情邀请我访问友好的塞尔维亚 今天我如愈而至 好朋友之间就应该多走动多交流 总统先生是具有战略视野和历史责任感的 接触政治家在你的带领下塞尔维亚政局保持稳定 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作为塞尔维亚的真朋友好伙伴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风险挑战 塞尔维亚坚持独立自主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终在铁杆有意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坚实的政治基础 广泛的共同民意 扎实的民意根基 今年来我同总统先生多次见面 就事关中赛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问题沟通交流 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特别是2016年 中赛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边关系内涵更加丰富 外延持续拓展 已经成为中国同欧洲国家间 友好关系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 我们将共同签署 关于深化和提升中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开启中赛关系更加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赛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在徐徐展现 中方愿同赛方一道 继续秉持铁杆友谊精神 坚持和发展中赛友好 共同维护两国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并肩追求各自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